榴莲很好吃 但它打开非常困难 这有什么技巧吗 对 它是有技巧的 首先我们要最基本的工具 要有一个手套 还有一把小刀 或者是一个小勺都可以 先把这个疤给去掉 因为这个会挺碍事的 然后就按着它的那个纹 我们顺着那个纹 一点点地往下滑 然后对着它这个底部 轻轻地一敲 你看什么事情都是有技巧的 对 技巧一定要对 就感觉很轻松吧 很轻松 完全不飞机的就把它打开了 挑榴莲的时候 我怎么知道这个肉会多一点 那个肉会少呢 通常我们在马来西亚 第一个步骤 我们把它拿起来 先摇一摇 摇一摇 你可以听到一个很轻微的 那个果肉放动的那个声音 第二个步骤呢 就是它最底部这个呢 因为它是最薄的 它的壳最薄的 我们闻一闻 可以闻得到这个到底是甜的 还是有苦味的 所以这个都是要有一定的经验 所以首先一定要有声音 对 一定要有声音 我们要吃那个榴莲是稍微干 干一点的 它太湿的话 那个榴莲是味道就没那么好 我们请主持人和大使尝一尝 真的是人生第一次近距离接触榴莲 一起过来吧 接下来我们也迫不及待了 来吧 感谢苏青老师刚才鼓励了我 要不然我真的不敢尝 咱们就看到榴莲看了很多了 但是从来不知道 它长在树上会是什么样子 对 榴莲树会是什么样子 榴莲树如果不是介织的那个元素呢 它是非常的高 可能大概有30米那么高 熟透了从树上掉下来的 那掉下来呢 它虽然30米这么高 但是它也不会坏 所以榴莲是非常结实的 那榴莲树您说它能长到30米的高 那它能长多少年呢 正常的话呢 5年它开花结果 但是要真正好的榴莲呢 它要10年的树林 它的榴莲才好 那一般如果我们有照顾好的呢 可以生长到50到100年 那整个一棵树 在它的生长周期 它能够有长到多少棵榴莲呢 这个也是因人而异 或者是因那个果 因素而异 马来西亚的榴莲呢 我们都是要很细心地照顾 就像照顾自己的小孩一模一样 这个树如果是照顾得好的话 它不生病 不会有其他的一些问题的话 那一年又一个季节 一个树呢 通常可以长到200个果 哇 那很多 就像这个果有200个 这个是照顾得比较好的 那当然如果是你照顾不好的话 可能就几十个 好 谢谢 我们再次谢谢我们的专家老师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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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